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了 在洛杉矶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依然处于上升的趋势 但是速度正在大大的放缓当中 尤其这6月份的通膨率降到两年来的最慢水平 对于很多广大的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数据显示洛杉矶地区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 但速度正在大大减缓 物价上涨正在降温 美国劳工统计局表示 美国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% 大幅低于2022年6月创下的9.1%的最高通胀率 当时的汽油价格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根据所有城市消费者消费物价指数的数据 洛杉矶地区6月份的物价较前一个月上涨了0.5% 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2.5% 洛杉矶的食品价格平均每年上涨4.5% 其中家庭食品 例如肉类蛋类蔬菜等食品价格上涨2.7% 外出用餐价格花销上涨7% 虽然在家吃饭的花销成本还是在逐年上升 截至今年6月以前的12个月间上涨了4.7% 但仍然比外出就餐便宜太多 后制的价格12个月内上涨了7.7% CPI是反映居民生活相关的商品 以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 一般定义超过3%就为通货膨胀 超过5%为严重通膨 CPIU则是CPI的一个类别 侧重反映所有城市消费人口的物价指数 涵盖了约93%的美国总人口 包括工薪阶层 专业人员 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 自营职业者 短期工人 失业居民和退休人员 数据涵盖12个月的时间段 并提供逐月测量的数据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